哈喽大家好我是冠宇 今天想和大家聊聊的是NBA季前赛Day1和Day2 一些值得关注的球员表现 那么要是说错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吧 NBA季前赛的强度是远不如常规赛 更别提季后赛 因此其数据的可参考性价值也是比较低的 更何况如果是少样本量的情况下 但即使如此 其实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还是能从中看出 毕竟强度虽然不极常规赛 但强度仍然是有的 目前大部分的球队都已经开始打了季前赛 虽然都只是打了一两场 样本量属于比较少的情况来看 但仍然有些球员的数据和表现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首先我想不管是不是勇士球迷 今年季前赛Janswiseman的表现肯定让很多人都注意到了 拦下卡位 挡猜瞬下的跟进意识 甚至看得见一些传球入境和得分机会等等 进步相当多 实际上季前赛Janswiseman对阵巫师的两场比赛都相当不错 第一场在11投8中的情况下 得到了20分9篮板 帮助球队在日本1916比87打赢50队 第二场比赛同样也是50队 这一场他也有8分3篮板进战 总体而言两场比赛下来上场42分钟 在18投10中的情况下 一共得到了28分12篮板 虽然进攻端看起来好像进步不少 但有一项数据是我觉得比较令人担心的 那就是42分钟的上场时间90反规 划算过来也就是每36分钟的数据 有高达7.74反规 对年轻常人而言有犯规的问题并不稀奇 因为别忘了 他目前也才21岁 而且过去3年在NBA只打了836分钟 NCA打了69分钟 Janswiseman在他新秀赛季 其实犯规次数也算是比较多的 每36分钟有5.2次犯规 但这也仅仅是比较多 并不是最多的 在过去两个年代的新秀中仅排第43 而且在他前面也有非常多的权势 新秀年犯规次数比他多 但自从在NBA也打得好好的 但无论如何犯规的问题 同样对于Janswiseman的成长是极其重要的 因为一般年轻常人会有犯规的问题 最大的两点原因就是经验不足和放手习惯的问题 而假如每场比赛都有犯规问题 那么他是没有办法长时间待在场上 打出自己的比赛节奏 就目前而言 犯规控制和他在禁区所需要做的任何事情都一样重要 接着我们来聊聊绿山君对着黄蜂的比赛 这场比赛不难看出绿山君的进攻 黄蜂完全是守不住 毕竟季前赛第一场就轰下134分 火力相当惊人 而且值得庆幸的是 他们的得分点并没有非常集中 比如轮替较边缘的球员Sam Hauser Noir Valle 和Fiondu Camangelli 三人加起来也有得到了31分 其中Sam Hauser三分5投4中 Camangelli的5投5中完美命中率 Noir Valle的9个篮板 这几名球员的表现都非常好 但比起这几名球员 Milcom Brogdon的9级助攻是我最惊讶的 不是说他没有组织的能力 毕竟聪明的打球方式 对比赛的理解和组织串联的能力 本来在他被交易来绿山君以后就已经有预期了 但在对阵黄蜂的比赛 他的9级助攻要么就是队友命中3分 要么就是分球给队友切入得分 没有什么太花俏的传球 就是扎实的执行推进 切入分球并阅读场上有空档的队友 而新赛季 只要能保持健康 这其实也是Milcom Brogdon唯一的问题 但只要能保持健康 本身就有点双能位属性的他 加上能确保球在场上整体的流动 甚至为队友创造轻松得分机会的能力 将会让所有人打得更轻松 为球队提供最大的帮助 然后就是火箭对着马赛的比赛 不过咱们聊马赛的Jeremy Sohan 今年选进来的Jeremy Sohan 每意外应该会和另外两名新秀一起 都处在马赛队的轮体之中 而第九顺利选下的他 由于需要格力而没法出战夏季联赛 因此季前赛可以说是我们第一次看到Jeremy Sohan 在NBA正战的比赛 感觉上打得普普 不过大家别忘了 Jeremy Sohan选秀前最大的卖点 就是他的防守能力 这场比赛他送出三次封盖和一次超球 能在他上场时明显感觉到整支球队的防守强度是有上来不少 而麦典除了是防守能力以外 那就是Playmaking的潜力 然而这场比赛也验证了之前很多球团的看法 那就是得分能力和投射是相对比较弱的 这个部分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完成 即使他对阵火箭是有命中以及三分球 无论如何看到他终于在NBA出战无疑是很开心的 那么这里再放几个我觉得蛮好看的几球 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那么关于季前赛前两天所整理的一些资料 大致上就这么多 不知道大家还有哪些看法呢 大家都有在关注哪些球员呢 欢迎大家留言轻松聊球让我知道你们的想法 本期影片就这么多了 我们下期再见